中共政府以间谍罪起诉两名日本男子,中共防谍标语口号美联社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两名去年在中国被逮捕的日本公民被控间谍罪共同社,援引相关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说,他们被控触犯了中国的反间谍法与国家安全法,包括这两名男子在内的六名日本公民。 去年三月,在中国山东省和海南省为中国的温全开发商进行地质调查时,被拘留,两人在同年九月被正式逮捕其余四人则被释放回国,这两人未被释放的原因。 据透露,未因为是主犯,两男子是日本千叶县船桥市地质调查公司,日本地下探查和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温泉开发咨询公司。 大联合员温泉开发的负责人,中共官媒去年七月曾报道说,这两人被怀疑触散了中国的反间谍法,和国家安全法相关人士对共同社说,在当时被拘留的六人的笔记本电脑和优盘中, 发现了有关山东省蓬莱市和海南省三亚市军事设施的地图以及照片等80份机密资料,据透露量型程序还在进行当中。